9月5日 太平洋岛国脑鲁在太平洋论坛上刁难中国的细节 一经媒体披露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作为联合国务常之一 中国无论是在国际影响力还是实力上 都算得上是大块头 但是却被一个当晚小国所欺负 的确让人难以理解 更为讽刺的是 脑鲁总统瓦卡在闭门会议结束后 丝毫不为当时的不 当言论感到后悔 也无视大多数国家的批评 继续我行我诉 公然要求中国必须为所谓的错误道歉 先不管是谁给了他如此大的口气 就来说说中国在此次论坛上到底做了什么错事 瓦卡侮辱中国代表称 你看看他 他就是个无名小兵 他甚至不是部长 他要求得到认可并在脱马鲁总理之前发言 他是疯了吗 就因为这一个细节 他就将中国定性为欺负小国的代表 这纯粹是无理取貌 瓦卡还不依不饶地表示 将会在论坛的最后一天单独提及此事 还要带到联合国去 在联合国和每一场国际会议上提这件事 不得不说 这样的行为的确让人难以理解 中国也在事后就此事表达了中方抗点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回应此事称 脑鲁方面有关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 纯属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 事实上 脑方的错误言行 令多数论坛成员国领导人感到失望 我们严正告诫脑鲁 面对潮流历史 应立即停止无理取闹 不要再自取其辱 不得不说 最后七个字回应的是大快人心 所谓国小而不出卑 力小而不畏强 无理而辱大林 贪壁而捉交者 中国这句古话说的就是历史上那些不实大体的小国 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历史所淘汰湮灭 任何以小辱大的行为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中国从不以强凌弱 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面前耍横 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 都能从容应对 面对这种萧小之辈 有的是办法处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和残杨栋梁 和苹主 摇担了 连杨栋梁 下定得